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介绍一个清热解毒 也是消暑的强生汤 这个汤可以增强食欲 和增加免疫力 材料方面 有莲藕 有一截 大约12两 西施骨 绿豆 1,500 果皮 蚝 蚝 3粒 蚢 10克 蜜棗 2粒 果皮 化痰 利气 健脾胃 帮助消化 绿豆 清热解毒 泥水 消肿 润后止渴 降血压 绿豆和果皮 先用清水浸泡 豆类可以浸1小时以上 蚝 蚝 蚝 可以滋阴养血 它是晒干了的生蚝 它是很鲜甜 用来煲汤、煲粥都很好吃 用水浸泡 蟲草 可以平喘止咳 亦是藏阳补肾 亦是保脑 亦是增加免疫力 用清水浸泡 豬骨 冷水下 豬骨 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钙质 和身体所需的氨基酸 所以对外身体也很有帮助 这次我买了一些用泥包裹的 如果没有泥包裹的 很多时候都是经过人工漂白 所以如果找到泥包裹的 买这些会比较健康 其实蚝 生食性质偏良 但是如果你煲汤熟了 它就是健脾胃 亦是补血的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脾胃虚弱 和贫血的人 我们也可以吃多些莲藕 洗净了泥之后 我们就切了头尾 然后再去刨皮 由于这些是用 没有经过人工漂白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皮 也会有特别多不靓的地方 而且它也用泥包裹 我们选择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看到它 究竟它的皮有没有花 或者里面是否靓 水滚 我们就可以拿回西施骨 清洗一下它 然后把它拿走 有时候外表会黏了一些木碎 因为猪肉档 有时候会黏在砧板的木碎 陈皮震软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刮中间的囊 用来煮汤 用来煮汤 就是凍水落的 就会不燥热的 下了之后 我们才开火 现在我们就把猪肉切小 方便它出味 和吃的时候也方便些 如果我看到一些位置不靓的 深色的 就会尽量切走它 因为用泥包 始终我们选择的时候 都不会看到它里面是怎样 但是如果没有泥包 那些又怕它是人工漂白 所以有时候都是 唯有自己买了回来 觉得不靓 就切了它 然后我就找一些 开个淡盐水浸一下 因为它用泥包 那些泥都会有一些泥味 这个蚝市浸软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清洗一下它 揭开它 一块块的地方 看看会不会有沙 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蜜棗就是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浸浸了15分钟之后 那些连藝就捞起它 然后冲洗一下它 其实我买这个蜜棗 它里面也很干净的 因为它头尾都有两个很窄的位置包住 所以它泥进去的机会是少一点的 那好了 水滚 这里有2.5L水 水滚就可以将材料放进去 其实这个汤就很适合夏天饮用的 因为绿豆是可以消暑解毒的 其他的材料呢 又是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强壮些 增强的免疫力 补气血的 那水滚就可以转小火 就煲去1个钟头 1个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少少盐调味 其实不用加那么多的 因为蚝市本身都会有咸味的 那你可以先试味再决定都可以 那这个很好味的汤就完成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那在我的频道里面 我是有一些paylist的 有些播放清单 那我就把我的影片 就放了不同名的播放清单里面 那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的 那都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那可以跟回你们的喜好种类去选择 那还有呢 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有一个叫郊游乐 都是一些本地 我们香港行山的影片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 都可以看一下 那还有呢 按了入paylist里面 那是很方便看的 因为它是会逐条片 逐条片会自动播放的 那而且在我的影片下面 也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那你按下旁边的钟仔 选择全部 那便订阅成功了 那是费用全面的 那如果钟有条片 还可以like它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